黄浮玉咬着下嘴唇也不知道在想这些什么 当笼罩数百里区域的火之力天结消散之时 乌云之中透明的水之力带着仿佛摧毁一切的微能 再次吞没极品尊气飞溅 在随后的一个时辰里 十一种属性之力先后降临众人眼前 现在还剩最后一次天结 诸位赶快后撤百里 谭云大声几呼 众人闻言纷纷遇见后退 此刻只剩谭云黄浮玉和谭台龙三人留在原地 贤弟你和叔祖父一到后撤吧 你呢 我要留在这儿 我需要操控飞剑迎接最后一次天结的洗礼 嗯那你多加小心 好小子 等飞剑堕结成功 老修可要好生看看你炼制的飞剑 谭台龙目光继续地说吧 便带着黄浮玉凌空飞走 飞剑未堵截前 谭云已与飞剑完成低鞋认着 谭云能感知到 飞剑就埋在眼前满目疮痍的大地之中 随他心念一动 被埋在乱石中的极品尊气飞剑 便悬浮于虚空之中 空间震荡之际 乌云内涌出一股 粗达百丈 长达千丈的禁之力 紧接着 一股木之力幻化而成的绿龙 亦是钻出乌云来 随后片刻 剩下的水火土风雷 时间空间死亡光明之力 已分别钻出云层 刻然之间 十一道属性之力开始重叠一处 轰然散发鸿蒙般的浩瀚气势 在这股鸿蒙般气息的天洁余威之下 方圆二百里的虚空 遍布纵横交错的空间裂缝 这方天雨仿佛随时都会崩塌 远在百里外足踏飞剑的谭云 纵使将鸿蒙霸体修炼到四阶初起 拥有徒手毁灭极品宝气的力量 但他仍旧感觉到皮肤生疼 他浑身肌肤 在那余微席卷之下 已浮现出猪网般的血痕来 而谭云身后百里外的众弟子们 则感觉到浑身肌肤仿佛要崩溃 接足踏飞剑再次惶恐后撤 同时众人眺望谭云 眼神中皆充斥着浓浓的崇拜之色 书然 由十一种属性之力汇聚而成的最后一道天结 横管虚空 瞬间将那飞剑吞没 此刻身处天结中的飞剑 正在接受天结短暂的洗礼 仅仅三夕过后 最后一道天结轰入一座山峰 将整座山峰轰塌 当弥漫的尘土消散之时 苍穹中的数百里乌云也急速消散 只剩一柄通提紫色飞剑 悬浮于苍穹之中 过来 谭云心声呼唤 当时 那紫色飞剑渐身轻盈 穿越百里虚空 便停在了谭云跟前 一道声音 传入谭云脑海之内 建国主人 谭云微微一笑 操控零时进入飞剑 清晰可见 一名二八方陵的紫群少女 正朝自己毕恭毕敬 行了一礼 紫群少女乃是麒麟 尽管她身影朦胧 可并不能阻隔 她沉鱼落眼的美感 啊 今后我便喊你小子吧 小子多谢主人自明 紫群少女欣喜不已 身为麒麟 她自然清楚 是谭云创造了自己 谭云点点头 想起自己昔日的十二柄 鸿蒙神剑内 皆有麒麟存在 而现在炼制这柄飞剑的目的 也只是在为收回鸿蒙 士神剑前 用来过渡一番 于是谭云便说 我拥有昔日的十二个麒麟 就够了 我以后会想办法 给你重塑肉身 让你化作人形 小子多谢主人 如今小子并无修为 但却可以自行操控飞剑杀敌 而她一旦离开本体 便会迅速消亡 啊 起来吧 谭云说吧 便切断了与弃灵剑的交流 此时谭台龙 已经站在了谭云身后 在她的后面 黄浮玉和两千多名弟子 正足踏飞剑而立 谭台龙抚须而笑 伸手想抓住飞剑之时 飞剑富有灵性地 逃到了谭云的左边 好剑 好剑啊 不让老修碰 老修便不碰了 谭云 这柄剑叫什么 啊 就叫小子 小子 谭兄 你别告诉我 你炼制出的气灵 是个女的 先帝 难不成 我弄一个大老爷们儿 当气灵啊 那整天把剑拿在手里 还不想吐啊 谭云的调侃 引得众人轰然大笑 谭台龙回首望向众人 谭云 欲我留下 其他人 都会共寻道场吧 众弟子得令 当即遇见飞走 待四下无人之后 谭台龙突然朝谭云 神神聚了一躬 谭云连忙 搀扶起谭台龙来 叔祖父 您正式作甚 快起来 谭云 自四年多以前 你让宗主把 乾隆护城 圣镇的布置之术 交于我后 我便进入时空法宝 整整钻研了一百年 终于从此阵布置中 受益匪浅 进入顿雾 一举自低阶圣镇师 迈入中阶圣镇师 恭喜叔祖父 成为中阶圣镇师 这全是 脱了你的福 谭台龙笑得合不拢嘴 身侧的黄浮玉 看着谭云 心跳加速 不由心中暗存 我 我不会真喜欢上他了吧 不会的 我只是把他当知己而已 他都已经有两个未婚妻了 想想我都无法接受 我谭台仙儿 怎么会喜欢上他呢 谭云发现了黄浮玉 心事重重的模样 显地 你怎么了 哦 没什么 我只是想起了一些事情 黄浮玉开口之时 颇有些不敢直视谭云 一看到谭云 就会不由自主 心跳加速 时间如白炬过细 转眼又是一年 又七个月 今日时辰 是所有时空宝塔 和时空卷轴开启之日 而明日 便是整个仙门 作为隆重的 时脉大逼之日